5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即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并致辞 习近平和普京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地场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关系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表明 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俄永久牧林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和时代发展潮流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的优良传统 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 受到两国人民普遍欢迎 去年,我和普京总统商定 2024至2025年举办中俄文化年 今天,双方正式启动这一文化盛事 双方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目 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潜力 共同开创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未来 相信这将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 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民族音乐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 今晚这场音乐盛宴 必将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互建的精彩花章 让我们以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 弘扬友好,携手前行 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增光天才 共同开创中俄友好新的美好未来 普京至此表示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 关于俄中关系的积极评价 俄中两国人民亲如兄弟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俄罗斯人民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和钦佩 俄中建交75年来 双方关系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当前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俄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 平等互信 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 造福了两国人民 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 在俄中庆祝建交75周年之际 举办俄中文化年活动 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俄方愿同中方深化人文交流 增进彼此了解 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制升级 双方文化年活动 两国元首共同欣赏 由中俄两国艺术家 连妹呈现的 精彩文艺演出 中俄一国 各界友好人士 约一千人出席 蔡奇